另外看到苗栗县议员张可馨不但是长相甜美 更是以年仅23岁就获得了8600多票当选 也创下苗栗县议会年纪最小最高得票的记录 质询表现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不如今他是透过脸书宣布 即将要跟爱情长跑青年的男友走上红台 这不是派系不派系的问题 怎么不是呢 因为通宵镇推动的浮流水工程 苗栗县议员张可馨直接杠上县长 徐耀昌距离力争相当强势 不过走出意识堂 23岁的张可馨又恢复代嫁女儿薪 透过脸书秀出一张张浪漫又性感的婚纱照 宣布即将和男友走向红毯的另一端 我男朋友是住台中 我一样是不带通宵服务 一样是不通宵 张可馨指出未婚夫是大他两届的学长 并非政治人物 两个人爱情长跑 对方也赞成他婚后持续为民服务 所以才会答应求婚 至于婚后是不是会影响议员的工作 或是相亲的支持呢 张可馨相当有自信的说没问题 结婚不会有任何阻碍 因为毕竟我在基层上服务 真的是很勤走 其实张可馨的父亲张太阳 不但是前任苗栗现议员 也是前苗栗现长刘正宏的大将 妇女两个人长期服务地方 传为佳话 近局张可馨贴出结婚照表示 即将在10月举办婚礼 议会的漂亮宝贝要嫁为人妇了 大家也给予祝福 解张新杰苗栗报道